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是聖偉 以及有些來定 那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有這個機會邀請到 我們行政院數位聖偉 彭鳳來這邊跟我們演講 那這個 我想大家知道我是電機系畢業的 我們那一屆有一個 這個傑出的 這個女性叫徐永珍 那時候我們考上大學的時候 發現我們那年的狀元 居然不是電機系 後來我就發現她很有眼光 她是在選資訊系 所以後來我回國之後我也到資訊系 對不起 我沒有到電機系 我們就有電機系學長在這裡 那後來 最近我們都知道 行政院找了這個唐鳳先生 當作這個 志偉正偉 那我們就發現說 她是被稱作十大電腦高手 可是居然沒有來我們這邊念過書 這表示未來 其實有沒有來這邊念書 其實是不重要 大家可以用自學的方式 用這個虛擬的方式 所以以後世界會更寬廣 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 我要找這個唐正偉 來這邊跟我們演講一下 讓年輕的同學 可以知道我們未來 是可以有多麼的寬廣 所以我們就邀請唐正偉 來跟我們演講 那我們一起歡迎唐正偉 我要你打一個坊間的編號 然後就打062 062就是今天日期 然後進去之後 這是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意思就是說 大家隨便想問我什麼問題 或是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意見 或任何其他的這個概念 都可以直接放到這個網頁上面 那我們也試過劇名 可是劇名的話 通常都會受到一些無關同養的問題 所以在匿名的情況下 常常才會受到比較挑戰性的講法 所以說就希望大家 就是應該都有手機吧 就連到slido.com 然後輸入062 如果想要測試的話 輸入這個hello啊 或什麼樣都可以 好 嗯 其實我 欸 有人好聽話喔 奇怪 好 那如果這個你看到這個 別人想要問的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可以按讚 然後像按讚樹高的就會浮到上面來 然後 我基本上演講 我是不會定主題的 所以就是完全以大家問的來 當作我的主題 然後如果大家什麼都不問的話呢 那我就會讓大家一直看沙威瑪 這一類的影片 對所以 外的避免我一直放什麼沙威瑪的影片 這個大家還是問一些問題的 好 那然後 每個問題就是處理完之後 就是我回答完之後 會把它archive起來 但是在今天就是一小時 就是整個結束之後 會把所有archive的東西 呃 就是 呃 已經有人在 XSS攻擊了 哈哈哈哈 哈哈 OK 果然是本科系 你看到我說什麼 接下來可能就會出現 UNICO攻擊 以及之類的其他東西 好 OK 那 有人問我有沒有投影片的網址 是一位 是一位擅長接底子的朋友呢 那 那 OK 我今天其實真的沒有準備投影片 剛剛放的沙威瑪那邊是 我們的PDIS的網站 打PDIS.tw 就會看到 那這是我們在行政院裡面成立的一個公共 就是數位創新的一個小組的一個網頁 那這網頁有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是它完全是英文的 那 另外一個特色是 就是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我進院裡之後做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那 包含我們最近在關注的各種各樣的主題 然後或者是 最近在開的會啊 所有這些等等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然後 我們 就是如果有做一些決定啊 或者是有做一些就是特定的 拍比方之前協調電競案 然後 拆架看板啊等等 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那如果 這邊應該沒有人看不懂英文 但是如果看不懂英文的話 也可以就是選中文翻譯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 看到這個 accountability 這邊的這個 terrific responsible 就會翻成了不起負責 那他就會看到 這個我們 今天願意來幫忙做過的各種各樣的政策 這樣子 那那兩個英文字我跳了很久 才能夠確定他翻證了不起負責 那雖然我們到底在幹嘛 就是說我們是在試著去把 大家如果 有參與過標準制定的話 可能知道說 其實在網際網路上面 大部分的標準在制定的時候 其實 就是 我們寫一個RFC出來 其實每一個Editor 都沒有陸軍也沒有海軍 他根本沒有任何強制力 然後整個IETF 或整個ICAN 其實也不是聯合國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沒有辦法 這個以利福人嘛 就只能以利福人 那所以這個就是在 結合各個不同的利益關係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想法 的情況下 然後呢 透過就是 徹底的透明 把整個過程透明 給大家看到 這樣子的情況 來建立這件事情 本身的正當性 那這個是一個新的 就是建立正當性的方法 它是之前 就是有 有這個軍警的政府 通常不會用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在台灣 就像很多現代民主國家 其實大家已經不滿足於 就是施政報告啊 或者是什麼 現代基礎建設計畫啊 這個全部一大本 然後說啊 我們就是要做這個 那大家 就是說廚房的透明還不夠 大家還要 一起進來廚房 然後一起來Cook這些政策 那所以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本來不習慣這樣子作業的朋友們 我們怎麼樣子讓他們 在不加班的前提底下 導入一些我們在標準指定過程 在開放緣碼社群 在自由軟體社群 習慣用的一些作業方式 然後讓行政院的朋友們 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指定政策 那就不一定是沙威碼 我們目前每個禮拜五 處理一個政策 處理相當多就是 從到什麼 兩段式左轉的機車 是不是可以這個 在兩線道的時候 然後有些人想在左邊 騎快車道 那就在左邊直接轉 不要兩段式的這種題目 然後到說 就是包含整個公務員 能不能組工會啊 之類的這樣子的題目 我們都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用徹底透明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是我主要在院裡面做的事情 那整個歷程都可以在PETIS上面看到 好 以上這個全場完了 我們就來實際處理一下 這個大家的問題 有18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這個我到底有多少 不是22位朋友想要知道 我到底有多少比特幣 這邊要正中誠心一下 就是說在媒體報導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請中央社發了一個澄清稿 就是說我是2013年初吧 2012年底 那時候說我的時薪 這個一小時一塊比特幣 那個時候因為我是做consultant 可是如果大家去查一下BTC的價錢的話 其實2013年出比特幣才信貸率三千塊而已 當時幾乎是不太有人在用的一個貨幣這樣 那所以就是說並不是真的很多錢 然後呢 當時呢我跟我簽約的一些組織呢 他都跟我說 當時連Coinbase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他們就說我們的帳目沒有辦法處理比特幣 那我說那沒有辦法 你就換算成法幣吧 所以像那個 當時第一個簽約應該是在用美元嘛 所以那就換算成美元 然後接下來有些短期的案子找我 然後找我然後也做完了 他也付了錢給我 然後之後呢 我記得不到一個月 那個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比特幣就飆漲 然後就飆漲到大概六、七千台幣 然後呢 他就寫了一封email說這個好在他 他早早一點付錢 不然他晚一個月付錢的話呢 要多付一倍 好 那然後接下來大概六千多的時候 我要跟應該是蘋果 然後跟那個牛津大學出版社簽約 那所以簽約的時候 牛津大學是最後簽的 他簽的時候已經漲到大概一萬多了吧 對 但是我都是用簽約當時的那個幣值 因為他們都沒有辦法付比特幣 所以其實我沒有收過比特幣 這個必須要講清楚 就是說 我實際上做的事情是 說我一小是一塊比特幣 那收的時候呢 就是用當時那個比特幣 折合法幣的那個價錢 來進行付款 那當然到後來就是大家都能多收比特幣了嘛 那但是到那個時候呢 比特幣也漲到 我也不知道上萬了之類的 然後 而且當時我也就入閣了 所以其實後來也沒有人來找我做 consulting 所以 這就是全部的故事 所以目前我名下也沒有比特幣 然後我本來那個可以付款的那個賬號 我在入閣的當天我把 private 丟掉了 然後 所以現在你會給我 我也收不到 那所以我目前是完全沒有比特幣賬戶 就比較想在前面 不然那個什麼洗錢放置它就快過了 但是還蠻重要的 有一位朋友想要詢問說 你看這就是匿名的好處 因為如果要用實名制的話 不會有人問這種問題 有一位朋友問說 要怎麼樣跟這個沒有頭腦的其他官員溝通 我覺得頭腦是一個好東西 而且大家都有一個 我目前還沒有真的碰到這個沒有腦的官員 但是這裡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有腦也不一定是有幫助的 就是說 當我們討論很多案子的時候 像之前不是說 有一個機車兩段式左轉的那個案子嗎 那我自己其實沒有騎過機車 我都是在後座別人在 所以我其實很難知道說 這個機車在左線到右線到那個 具體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當時呢 我們的提案人呢 就很聰明 他就在他的安全帽上面夾了一個GoPro 然後就把他第一手經驗這樣子拍過來 然後當時我是沒有用VR啦 但是理論上也可以用VR 那就可以知道說 他騎摩托車在不同的線道 然後這個白排跟黃排車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體驗等等 那樣子有第一手經驗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坐下來拍 但是呢 如果沒有第一手經驗的話呢 腦子就會發揮作用 那就是腦補 腦補最補嘛 那但是 但是每個人補上去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看起來好像是在討論同一件事情 可是每個人看到 比如說共享經濟四個字 或是什麼大數據三個字 或什麼樣 跟每個人腦裡冒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會使得那些事情喪失操作型定義 或者我絕對不會用的假新聞三個字 每個人看到的時候 想到東西完全不一樣 有些人想到的是不實的報導 有些人想到的是網路上的留言 有些人想到的是什麼五毛帶風向 我們柯文哲市長想到的是這個標題跟內容不一樣 那如果每個人看到同樣的字的時候 腦裡都冒出不同的東西 就是腦骨不到不同的問題的話 那其實越討論 往往就是各自在各自的就是腦洞上面討論 那就是沒有任何意義 而且沒有辦法聚焦的 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做的事情 就是試著怎麼樣子 把政策討論那件事情的第一手經驗 帶給大家知道 所以具體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如果真的沒有頭腦 其實反而比較容易 大部分是說很有頭腦 但是他當他看到這些字的時候 腦裡冒出來的第一手經驗 跟你的第一手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做的方式就是 盡可能讓大家有第一手經驗 好比像說這個 當我們說這個電船勞動 那可能制定電船勞動的這個 勞動部的朋友們 從來也沒有在家上班過 那怎麼辦呢 那所以就只好有一個政委 這個就是每個禮拜有兩天 在遠端上班demo給大家看 然後來demo說 你看那個你跑資本公文的時候 找不到我那怎麼辦 這方電子公文 那這樣慢慢才能夠達到 單公式無職化 那要是我每個禮拜 就是五天全部都在院裡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跑資本公文 永遠是比較容易的 那或者是說 像在開會的時候 用像slido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讓大家有第一手經驗 知道說 網友不一定是來亂的 網友也可以是在同一個 空間也有同樣的人 然後我們在做這樣子的 就是討論的時候呢 它至少起到一個作用 就是說大家不用打斷 我就可以問問題 那我們如果傳麥克風的話 大家把就是像我們講的講完了 那一小時也結束了 所以就是說我在院裡 不斷不斷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大家就是 特別是其他官員 他學習的時候 或者是他之前就是 受訓的時候 根本還沒有這些技術 但是累積他對這些東西的 第一手經驗 這樣子以後他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看到這些字的時候 就不會想做 然後 又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李開副老師認為 台灣發展人工智慧沒有機會 請問這個委員怎麼看 我是 他好像也不是這樣子講 OK 我相信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 當我們在講台灣的時候 我們腦裡浮起來的事情 其實是不同的想像 大家腦補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那我充分揭露一下 就是我看到台灣的時候 我腦裡浮起來的是那個 從太空看地球 然後有個島嶼 然後大概 每年會變高五公分的 那個地理上面的台灣 那對我來講 就是說台灣四百萬年前都存在 沒有人類就存在 那以後沒有人類了 台灣還是會繼續存在 所以對我來講 台灣要不要發展人工智慧這件事情 其實是 就是 以我對台灣的地理概念的理解而言 其實是意義不大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說的是說 住在這個台灣上面的朋友們 來做人工智慧這個題目 有沒有機會來做的話 我目前接觸到的就是 因為我之前也有做 Machine Learning 然後 但是我在台灣 可是我是上Cuputino的班 所以說我是蘋果的部門 那可是我從來沒有去過Cuputino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說 每天這個工作 然後可能到晚上11點 他們那邊醒來 然後我們視訊稍微講一講 然後做了什麼 然後我就去睡了 因為半夜了嘛 那除非他們願意 就是提早到五六點醒來 然後跟我討論 事實上沒有人願意這樣做 不然我們每個 每天就只有一小時的時間 做 Hand Off 那 Hand Off之後呢 他們就工作 工作一整天之後 他們下班我就醒來了 所以我大部分做的事情 是這種非常Self Content的東西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在哪裡 其實完全沒有任何差別 對我來講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寫出來的東西 它是自己能夠 就是Self Evident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 Team 看到的時候 他能夠自我說明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遠距離工作 我大概十幾年來 最教會我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討論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時候 在面對面的情況下 對方可能有些微表情 有些 Micro Expression 他可能因為不想 這個得罪你 或者是這個氣氛太好了 他不願意說他聽不懂 所以他就表現出 他聽懂的樣子 但事實上是沒有對焦 而且也沒有聽懂的 那但是呢 反而我們在遠距離的 工作的情況下 把這些微表情 把這些Social Script 都拿掉之後 那看不懂 你就直接說看不懂 像在這種匿名的情況下 我如果講一個字 我講一句話 大家根本不知道 我來講什麼 那大家就可以在 不得罪我的情況下 直接在上面PO說 你講這段話 我完全聽不懂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他反而是 讓每一個工作者 更能夠去produce出 能夠解決特定的問題 不只是解決他的問題 而且是直覺普遍性的 各種各樣的問題 而且跟他不想干的人 拿到的時候 還可以知道 要怎麼樣運用他的 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因為我是用這種方式 工作了非常久 所以對我來講 我physically在哪裡 只要那邊的頻繁夠快 其實對我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那我們也看到台灣很多 就是新一代的創業者 他確實就是覺得說 我們就在open internet嘛 所以我們能夠解決的問題 除了某些特定的 把internet做成intranet的國家之外 我們理論上可以解決 所有在open internet以外 別的地方的朋友們的問題 所以他也不會特別覺得說 他physically在台灣 或者說他跑去什麼 別的地方 他就不能夠對這邊有contribution 所以我對於地理的觀念 是這樣子的 很多人開始說 VR斜線VR快死了 你認為呢 我認為這是犯了一個 女人化的謬誤 就是說 他就不是活的 他到底要怎麼死呢 如果大家講的是這個技術的話 其實VR存在非常非常久了 從之前做simulation 然後或者是做各種各樣的training 的時候 應該是七八零年代吧 就已經承受到一個程度 但是非常貴而已 只是說現在便宜的VR開始出現 但並不是說VR它是什麼新的技術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古老的技術 那AI的話 我大概是2001年左右吧 當時剛開始自己品的AI眼鏡 然後看那些seagraph的paper 所以我覺得說這些都是 已經歷史悠久的東西 你如果把它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的話 當然有些在等硬體跟上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就像AI一樣 他之前經過不知道多少次boom bust 的cycle 就是說每一次起來 大家就說 我可以多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外面就開始覺得說 那它可以解決更多的問題 然後研究者就說 對不起沒有辦法 因為硬體還跟不上 然後投資人就說 哦好吧 然後再過三四年又有一波 再過三四年又有一波 那這波AI或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特性是說 因為它是泛用型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還不知道說 machine learning 能夠解決的問題的邊界在哪裡 看起來什麼東西 只要人類花一秒鐘可以想的東西 它都可以解決 那我們還沒有窮進這個東西的application domain 所以現在AI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紅 但是AVR 它畢竟是一個 就是通訊 或者是一個顯示技術 所以說這個顯示技術 大家的那個求解範圍是比較窄的 就是說大家大概就知道說 你就是能夠用來做social 能夠用來做旅遊 能夠用來做教學 偶爾就是打打電動 差不多這幾個是大的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一下子就可以知道 說目前這個 這個generation的硬體 它差不多就是支持到這樣 然後再過也沒有 然後我們在這個範圍裡面 去做可用的application 那以我目前看到 其實並沒有啊 完全沒有快死了 大家在這個範圍裡面 是做的還蠻好 可是它就比較沒有像machine learning 那樣子 你可以吸引就是本夢比的那種 非常非常誇張的熱錢 然後進來去解決這個 大家也說不清楚 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它反而是一個 比較健康的一個產業 比較不會因為這個很誇張的各種 就是marketing 然後就爛掉 有人問我說 對於這個杜怡婷老師的 這個airlabs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當時就是 跟他開那個記者會 然後跟我們部長開那個記者會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發現 現在場的記者都非常的錯額 所以大家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 有沒有受政府補助 沒有受政府補助 那有沒有跟一體大廠結盟 你有跟一體大廠結盟 那有沒有這個 要提什麼這個 像相關的研究案啊 或者是這個要怎麼樣 也都沒有 那有沒有馬上要賣給奶蝦大公司 也沒有 就是說就是媒體對於就是 在台灣的軟體產業的 敘事方式 就不出那幾種 感覺上就是好像說 做軟體的人在 在台灣的這個硬體的 生態鏈裡面 它一定要卡到某一個位置 然後才能夠就是 來發展軟體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以我長期在 就是Sleek Valley的公司 這個做 做consultant 或者是做開發的這個經驗來看 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我們做軟體的通常是說 我們生活上面有什麼體驗 不太好 我們想要改善這個體驗 然後因為這樣子 然後再去找軟體 然後軟體再去找Design 然後Design再去找硬體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在蘋果的話 那就是那個體驗去找Design Design再找軟體 然後再去找硬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從來沒有聽說過說 那我們是要先跟這個 哪一個硬體大廠結盟 或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Eason他其實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示範作用 就是說我們做軟體 本來就不是一個 非常資本密集的一個industrie 我們本來就可以 afford說我們就是 是100個不同的主義 裡面大概只有兩個work 但是這樣就很好啊 又有什麼任何問題呢 因為你失敗沒有成本啊 這不是開生產線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起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作用 就是告訴大家說 一個軟體的模式去想 你要解決使用者經驗 你要解決社會上實際的問題等等 的時候它是應該要 怎麼樣來position它自己 而不是放在一個 就是什麼補助的系統 或者是一個產業鏈 現有產業鏈的系統 它真正可以落實到說 是由民間來帶動創新 而不是政府覺得自己很英明 然後接下來技術四年或八年 一定發展到哪裡 我們就重點投資 那一兩個產業的那種玩法 那軟體基本上 不是這樣子玩的 所以我覺得 它至少起到一個讚 很好的作用 有位朋友認為我聲音很好聽 謝謝 有位朋友問說 請問你也自公信 但寫扣很廢 是不是有救 那是自己的扣要自己救 我沒有打扣你救你的扣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寫 就是非常非常高階的語言 就是EGDA HESCO 這種東西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把數學 翻譯成這個 機器聽得懂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可能比較有救 但也有一些朋友是反過來的 就是說它數學其實也沒有真的很好 那但是為什麼來念自公信呢 因為它想要把電腦當作 人跟人溝通的一個媒介 它比較是對這個資訊的媒體性 跟人有關的這個部分 有相關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就會建議 這些朋友去果斷放棄這個寫code 這件事情 那另外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你只要能夠寫成user story 或者是你能夠 做成一些design concept 一些markup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方法 你可以完全不寫code 然後就寫出一些 讓會寫code 的人看的時候可以繼續寫下去的東西 那在現在的就是設計 的pipeline裡面 其實這樣子的 我們不管叫做體驗設計 或者叫互動設計 或者是易用性的這些東西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也是自工的一部分 但是它 你越學就會變成說 你要越會聽人說話 你要越會跟人溝通 那所以你要 還是要這個會寫code 那個code 可能是自然語言這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這也是一條路徑 那在自工系也是有一個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還是要回來看說 你對於以數學的方式思考 這件事情 是不是你的興趣 那不管是或不是 其實它都有 就是接下來發展的方法 請問這個AI之後的下一個發燒的前瞻技術是什麼 我是覺得任何前瞻的這個願景都需要基礎建設 所以說 AI這件事情 它 這個詞本身 它就有一種 就有一種 迷幻的這種效果 就是說 這個用人工 然後造出智慧 而且它有那個迷幻效果 它的這個路標 是不斷在移動的 它不像說 以前機器不會下西洋器的時候 那大家就會說 會下西洋器應該就是一種AI吧 那這次 Casparov 就是下輸了嘛 然後大家就會說 西洋器只不過是一種計算 那AI是更後面 這樣子例不像圍棋啦 好 然後這樣像AlphaGo是這麼厲害了嗎 然後又開始出現一開始想說 沒有那個只是計算而已 那個AI還在後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AI這個詞本身就有永遠的前瞻型 因為基本上就是電腦現在做不到的事情 就叫做AI 所以我覺得Domain本身是這個 就是 它只有你對這件事情的期待 這個稍微漲潮跟稍微退潮而已 但是直到我們做出就是通用行人工事會AGI 說不定做到那個時候大家也會說 這不會就是機器而已嗎 好 那就是說直到我們做出某個能夠回過頭來 跟我們說 人類也只不過是機器而已嘛 的這樣一種機器 之且我覺得AI它一直都有一樣的 就是這種迷惑性的引擎作用 因為反正已經做出很多東西 就不會被叫做AI了 會被叫做Machine Learning 或Machine Intelligence 或這些 所以我反而覺得說 我們為了把它當作這個發燒或投資 或這種熱潮來想 不如我們把它想一想 就是說 OK我們現在就像以前 我們把就是勞動力 就是肌肉的能力外包給機器嘛 我們現在也可以開始把一些認知功能外包給給機器 那在外包給機器的同時 又不要過度把它擬人化 覺得它活了 覺得它死了 覺得它怎麼樣 而是怕它當作說 這個地球上開始出現另外別的有認知功能的 我們不要說生命體 但是就是有 就說生命體 有何不可的生命體 然後想說整個社會要怎麼樣 跟這些不同的生命體互動 我覺得這樣才是比較健康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覺得說 一定要發燒 或者一定要牵掌 你問朋友說 台灣的科技也一定是高工時 導致台灣人才紛紛出走 請問政府要如何改善 站在人才立場 我覺得如果出走 對你比較好的話 那其實政府不應該改善這件事情 我自己就是出走的例子 但我雖然出走 可是我仍沒有離開台灣 我只是工作出走而已 所以剛剛還是回到台灣 作為一個地理概念的這件事情 就是說 現在有非常多的工作 它如果是遠端就可以做的 例如像各位學的事情 其實是完全是遠端就可以做的事情 但重點只是在說 你創業的那家公司 那個法人 或者是那一個 一開始挑的那個market 要挑在哪裡 那以前我有很多朋友 是在台灣 然後他在網路上面認識 不管是在新加坡啊 在日本啊 在這個美國啊 在所有其他地方 歐洲的一些朋友 然後他們可能兩個人 或三個人 然後就要創業了 然後一創業就發現說 台灣的這個環境 對於他的這些朋友們 過來這邊 非常的不友善 你要買要準備 兩百萬的現金 然後要買要準備 一大堆推薦型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來了之後呢 也不能來很久 然後呢 也不能其他貸權來 來了也沒有健保之類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當然他們就會挑 這個看起來比較友善的別的地方 去setup他們的公司 然後 也setup一個對 就是創業的人 比較有保障的一個投資結構 比方說 他們就會勞務儲資啊 信用儲資啊 這樣他們就可以募資 但是自己也不會被稀釋掉 超過50%股權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 本來他就是設定在哪裡都可以 設定在開曼群島也可以 那但是呢 因為台灣當時的就是法規環境 其實不是很適合 就是設定在台灣這邊 所以往往就會導致 所謂的出走啊 或者外流啊 這些事情 那在 這一任的政府 還在競選的時候 他們有提出一個政見 來解決這個問題 叫做亞洲矽谷 但是因為名字取得不太好 所以就被罵慘了 那就起原因 為什麼會被罵慘了呢 我有問一些 就是我實際有在西谷工作過的朋友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好像是說 如果現在有一個人說 他是這個桃園青城武 那如果你是很喜歡青城武 那你就會覺得 這個名字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覺得是一種山寨 或者是一種模仿 因為其實台灣有台灣的強項 為什麼一定要山寨西谷呢 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好的一個概念 所以後來我就在中間 他加一個點嘛 那個點念成連結 就是說亞洲連接西谷 那就既不是這個 桃園人都要變金城武 也不是金城武 要搬來桃園 而是說兩個中間要有所連結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重要的 是因為 我自己覺得說 在西谷有一個很好的精神 就是說大家創業 不管失敗幾次 你的angel都會覺得說 這個是對這個 ecosystem的貢獻 你知道不要騙人 寫出Post Morton 那這樣他們也會覺得他們學到東西 而且不願意認賠 而且下次你要再創業的時候 他們還願意再拿錢出來 那在台灣其實之前長期以來 不管是剛剛講的引進一些外國的partner來這邊 所謂目前在審的那個 立法院在審的國外人財專法 或者是信用勞務儲資 那就是之前必鎖型公司 已經通過了我們下個會期的那個公司法 還會再把它進一步放寬 然後還有其他的 讓這種新創比較容易取得資金 然後不用跟金牌好借錢 的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會繼續讓它變得比較有利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是做出自己的判斷 如果你覺得你的market在這邊設定還不錯 那就會請你的partner一起過來 那如果你還是評估之後覺得說 你應該設定在別的地方 那就去啊 為什麼要改善 我覺得改善還是就是 是一個不必要的限制 或者是說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但是就是因為法規設定的時候 沒有想到這些 把大家卡住的部分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卡翻掉 但是並不是說ultimately 是說要限制大家 一定要關在台灣 不能夠去別的地方創業 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請問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都如何篩選訊息 像平常都接受哪些媒體的新聞 我自己其實完全沒有電視 然後報紙 基本上就是只看行政院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 他們會做一個重大新聞的 那個快訊的簡報的E-mail 那初次之後 我完全沒有在看新聞 然後Facebook的話呢 我是有安裝一個套件 叫做Newsfeed Eradicator 大家如果這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裝裝看 他做的事情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你的臉書的那面牆拿掉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什麼社團 你就還是去看 想要follow人還是去follow 然後你想要打關鍵字 像我通常都使用關鍵字 我今天想要research什麼 我就整個臉書去search它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絕對不會讓你看到 你沒有預期之下就看到的東西 簡單的講就是不會被洗腦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臉書整個是建立在 就是它希望讓你看一堆 你非預期的東西 然後一直去刺激多巴胎回路 的這個概念上 而且它這些content 就是不管你看了 是評論啊 所有這些東西 它都不允許外面的搜尋引擎 來索引 那搜尋引擎也就算了 它甚至不允許 internet archive索引 所以它等於是資訊 只能流進來 但是不能流出去的一個地方 那這件事情 當然是它商業上的一個選擇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欸我在上面 各種各樣的互動 然後越流越多 它到最後其實是對 就是整個open internet 不一定有什麼太大的貢獻 所以說我還是用臉書 還是用它來關注 各種各樣的訊息 hashtag之類 但是就只有在把它當作 類似搜尋引擎 就是我關係什麼主題的時候 我再去看 那所有其他的事情 其實我都是用就是 行政院現有的 就是收集名義的方式來收集 好比像說我們有個join平台 那在join平台上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連署案 或者是說政府的法規預告案 大家就是提早60天來討論 然後又或者說政府的一些重大建設 然後大家在上面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意見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要在join平台 為什麼要網路了呢 為什麼要在join平台上面進行討論呢 其中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這整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收斂性聚合系的一個空間 不像臉書店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說你越吵 越憤怒 或者是越這種感染性的 互相的情緒 它越會讓人留言 然後那個就是indicator 就一二三那個紅燈 就會一直冒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獎勵 吵不完的 那但是當我們在就是政府裡面 要跟大家溝通的時候 我們希望做到一個拘束力 就是說大家越吵了 到最後是能夠收斂到一個好 那我們就按照大家要的 這樣子過的這樣子一個空間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設計自己的空間 而不是去用就是別的空間 所以與其說篩選訊息 不如說是設計 並且去挑特定的空間 然後在那個空間裡面賦予 進這個空間的留言 或者進這個空間的一些想法 以拘束力 那就是說不管多少人 在這個空間上面留言 或者是連署 或者是進行討論 它最後收到的東西 我們都一定認真處理 絕對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那但是如果是在臉書這種 真的大家的時間一直都被浪費的 這樣子一個平台的話 我當然沒有辦法去意義回復 那大概如果有人指名道姓提到我的話 我也就只好回復 所以我也會花一些時間 就是如果有人指名道姓提到我的話 還是會去回復的 有很多 有一個剛好貓上來 如何在政府相關部門 推廣將資訊科技 已應用在政策行政上 因為很多政府會採用古董系統 古板思維 推動非常的困難 其實古董系統還好 我們政府有一個那個GCB 政府標準組態 然後其實好像已經是Windows 7 或者Red Hat 5.2起跳了 那個還是可能就是稍微成就吧 但是要說古董 這個沒有辦法說成古董 那像XP或者這種 就是連Vendor自己都不維護的東西 其實在政府資訊組態裡面已經沒有了 就是理論上是不可以有的 但是我們也理解到說 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 它的機器可能就是很老舊 所以說它根本跑不動Windows 7 或它跑不動Windows 10 那其實它應該可以跑到Red Hat 但是可能可能沒有人去找它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得先更新它的硬體 才能夠去把這種last mile的這種 其實也是資安上面的一個漏洞 去加以補強 所以這件事情是 確實是資安的技術建設嘛 所以就放在 現在技術建設裡面 有一筆去把 就是所有政府 你這些還升不到標準組態的電腦 都升到標準組態去 那所以這件事情是一件事 那但是就是說 所有硬體都更新了 但是也不表示說 大家會善用這樣子一個 device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大家在前一波的時候 所謂電子化政府的生活 大家對電子化政府的想像就是 我跟紙本在做的事情一樣 但是那個紙換成一台電腦而已 它並沒有去真正改造它的流程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說 它就是會覺得只是 使用者體驗還不錯 因為你可以捲起來 你可以簽 你可以對此做很多事情 可是跑到電腦上的時候 你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affordance反而變少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很多朋友覺得說 還沒有還是沒有紙那麼方便 所以如果不是我就是一個禮拜 這個有兩天堅決不進行任務 然後他只好用電子的方式 給我傳訊的話 很多在院裡的朋友 確實他就是很習慣 就一個紙本過來 然後這個就覺得事情就做好了 那樣的問題就是說 我如果全部都是紙本的話 我根本沒有辦法把它分享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繞著他討論 然後去做所謂激進式透明的動作 因為就算電腦現在變是印刷體還變成蠻不錯的 可是上面基本上都是用手寫的 然後還會刪幾個字 加幾個字之類的 那在我們OCR 能夠把這個東西做好之前 這個東西是非常難轉成結構化的東西 在線上跟大家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讓使用者知道說 不是說現在有一個電腦在你的辦公室裡 然後你要去用那個電腦 而是說你的辦公環境本身可能就是一台電腦的這樣一個想法 像我們在每個星期五的協作會議上面 大家就都知道說 我們就是拿起麥克風用平常的方式講話 也是用紙啊寫遍地貼之類 可是像有魔法一樣的 講的話就會突然間變成文字 然後文字就會直接達到最高力 然後大家手寫遍地貼貼在牆上 突然間就會跑到一個數位的白板上面 就是說在我們把這個空間設計成就是比較聰明的一個空間 讓大家能夠繼續還是專注在人對人之間的這種 面對面的溝通 或者是講話或是這些東西上 但是一方面又知道說 我們這樣子產生出來的訊息 不會隨時會議結束就消失掉了 而是說它會自動的被數位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說 電腦作為一個空間 而不是作為一張紙的替代 我覺得這個才是突破骨眼思維的方法 那但是好在就是說技術是站在我們這邊的 所謂的就是UbConf 或者是這個Situational Application 這些東西其實現在已經進展到一個程度 就是我們不需要非常非常貴的設備 就可以做到這樣子一整套 那我覺得隨著接下來Machine Learning 就是越來越蓬勃發展 更多的事情可以不需要靠秘書或者是一個團隊 就可以做到你可以整個會議室 基本上就是一台電腦 我覺得這是推動的方法 現在越來越多人跨考資工所 請問如何看待現在全民CS 這個CS應該不是那個CS 跟全民AI的現象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如果從來都 大家一直把code 看作是一種專門技術的話 那今天不會有那麼多朋友有興趣 今天大家有興趣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code已經跟法律一樣 變成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fabric 就是一個脈絡紋理的一部分 那就像是大家都要有基本的法律素養一樣 大家當然也要有基本的資訊素養 那不然的話就是被賣了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學法律是完全一樣的道理 但是大家學法律不表示說大家都要有立法技術 這個是兩回事 不是說每個人都要變成立法委員 然後整天在那邊code 說第幾條啊要引用第幾條之類 但是大家要知道說當他們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他們在講什麼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自己覺得說程世瑪 我們都說code is law 那但是程世瑪我覺得比法律更暴力的一點 是說它的enforcement 它的就是執行是不靠人的 所以也就是說它更像是physical 更像是就是物理定律 就是說你寫出來 那大家如果都用的話 它事實上就是讓大家知道說什麼容易 什麼不容易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什麼容易 他們在社交網路上分享一篇文章 比你留言要來得容易 所以說沒有看就先轉 變得比較容易了 可是這個affordance 實際上是最近幾年才變成這樣的 可是突然之間大家就都養成了 微肯先轉的習慣 因為按分享實在是太容易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只讓一件東西變容易 一件東西變困難 但實際上它的應用的時候就會變成是說 一件東西就變成 好像是會讓大家都覺得 嗯這樣做就是對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變成幾乎不可能 例如像好好看完一篇文章再做評論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分享過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它的inforcement是自動的 那這一點它比法律還要更清楚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在12年就是國民教育 接下來要上路的國民教育 是把資訊素養跟媒體素養結合在一起 就是希望說大家即使到最後不是去寫code 但是要知道這個東西怎麼寫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批判性的方式 去看說我們現在習慣用的這些負證時常這樣 那不表示這件事情就是對的 而是說有別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有13位朋友也說 我不會寫code 導致工作效率慢是自己活該嗎 這是一個價值性的判斷 其實這個跟大家想一個秘密 這個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這個其實不是code 可以解決的 這個會寫code 往往導致工作效率更慢 因為我們這些會寫code的人 會妄想事情能夠用寫code的方式解決 然後就會寫一堆code 而且我會忘記說這個 除了code這個領域之外 所有其他旁邊搭配的 不管是硬體啊韌體啊這些東西 但Iteration的速度都沒有code那麼快 所以說就會變成說在腦裡腦補說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完美 然後就要等外面的這些支持的Iteration 一出來才發現 對不起這剛剛是腦補這個其實一點都不完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會寫code的人 會有會寫code的人的問題 公式效率並不一定比較快 那所以說如果好比上說你不會寫code的 但是你這個非常會就是自然語言 然後你能夠去支持這個會寫code的人幫你寫code 然後但是你給他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描述 以至於說讓他覺得說這也可以解決我的問題的話 其實這樣子一種PM的角色其實是比寫code更寶貴的 這個是第一手的經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確實絕大部分在寫的已經都不是code的 已經都是自然語言了 因為我實在沒有那麼多的力氣去在每一個基礎建設 或者是接下來報學軟體嘛 我們要這個禮拜六就要開始改寫報學軟體 弄成這個web-based 然後可以skin 然後有各種useability study 都要進來 那我當然不可能自己想去寫報學軟體 因為因為還有各種各樣別的案子我要處理 但是至少你要有那個品味 要有那個taste 要能夠看到這個東西然後就知道說 這件事情實在還可以更好 其實Steve Jobs也不是真的很危險code 但是他最厲害的就是說他看了這個 然後他的那個taste就告訴他說 不對這個東西長這樣子會更好 但是至於就是會怎麼樣 那其實不是他的domain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按照Steve Jobs的說法 他是學那個漢字的書法 就是學會的這種所謂的對稱性 雲層性的品味或之類的 也不只漢字就是typography 就是所有的書法 所以我覺得學問科也是還蠻有幫助的 但是重點還是你腦底看到那個東西 要能夠很精確地去跟寫口的人去溝通 有位朋友喜歡import 那我們就成功幫他import好了 至少那個 語法沒有問題 不然你要我講什麼 難道你要你要我說這個 但是我們需要tpu嗎 什麼之類的 我沒有要幫特定的 廠商打廣告的意思 很多人現在覺得媒體很爛 不要很多朋友投入媒體改革 覺得資訊技術可以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這整個問題就是資訊技術造成的 所以是我們要用資訊技術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以前的媒體其實在這一代的就是 Internet出現之前 應該是說在更聽確的講 在全球資訊網出現之前 大部分的媒體其實都是單向的嘛 就是說不管是電視廣播啊 所有這些東西 它其實都是讓一個人可以很容易跟幾百萬人講話 可是幾百萬人聽了之後有什麼感覺 他完全不知道 那但是呢 Wildweb當初的一個promise 就是所謂的disintermediation 就是說不只是一個人可以對一萬人講話 一個人也可以聽一萬個人講話 做abrogation 或是這一萬人也可以彼此之間講話 做cdk 而且中間不用經過其他的人 就是所謂的Wildweb promise 就是當年發明的時候 說我們可以解決中間人的問題 所有人都可以大規模的跟所有人講話 但是呢 我們後來就發現 出現了所謂的anti-disintermediation 就是說就會開始出現 一兩個非常非常大的網站 然後呢 它就是把所有的資訊都吸進去 而且呢 就像剛剛講的 而且不吐出來 不讓別的網站去mural 也不讓別的網站用 然後呢 只要有一些開始這樣子 就是比較暗黑兵法的操作 然後它又有網絡效應 慢慢慢慢大家就會變成說 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去看每個人架的站 可是到最後就不太有人架站了 而且到最後大家都被吸到某某幾個特定的大的網站去 那這個叫做remediation 或者是所謂的anti-disintermediation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的資訊技術很多 就是所謂的counter-anti-disintermediation 這個是真正的一個專用名詞 如果去Google 可以Google的到 那這件意思就是說 把這種去中間化又重新中間化這件事情 想辦法用一些code 能夠讓人去看到說 除了在這些wall garden 除了在這些被關起來的 的這種大的資訊的匯流牌之外 還有別的資訊 那這中間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像之前距離V的新聞小幫手 當然是一個一個常識 那或者是說像 就是在line上面有所謂的真的假的line bot 就是如果你說這是一個謠言 那但是長輩又只會分享 那沒關係就分享給這個機器人 然後這個機器人就會幫你Google 然後跟你說這個東西是謠言之類的 所以說大家還是可以去想一些方式 用不管是plug in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去介入 然後在這裡面讓有志於去做查核的人 做查證的人能夠更容易的去做 這是一件事情 那但是最後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 還是要讓大家看到說 除了這些特定的互動方式之外 還有新的互動方式 那這個其實是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嘗試的 台大的廖教授 大力推廣區塊鏈 請問我怎麼看 作為一個分散室的資料庫 我覺得它還不錯 是一個很好的協定 你要我講什麼的 就是 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一個新的material 新的一個材質 那大家可能就是被它的第一個應用所定罩了 那這是很不幸的 就是你看到比特幣 就覺得說這個東西是一個貨幣 是要用來取代法幣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它最大部分的應用就是在 你有三個以上的關係方式 也都不能互相相信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 有一個大家都相信發生什麼事情的 這樣一個歷史的紀錄 所以這是它最主要的應用 那我覺得貨幣其實真的只是它 可能最不重要的一個 但是因為第一個就是這個 所以現在大家對它有一個定毛作用 這個就跟看到VR 然後就覺得是打遊戲 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我看到AR就想到寶可夢 是非常非常類似的狀況 就是說 這是大家第一次接觸的那個用法 然後就有點被定毛到那個用法 但我覺得最大部分的用法 就像AVR其實 絕大部分的應用不是在遊戲上 一樣我覺得區塊鏈 絕大部分應用應該不是在貨幣上 是否覺得實習經驗對工作是否有幫助呢 當然有啊 因為實習經驗是一種工作啊 所以這是一個套套的我記 就是說 是否工作對工作有幫助 應該是有幫助的 當然如果 有朋友的意思是說 對於這個找下一個工作有沒有幫助的話 那當然也是有幫助的 不然你要我講什麼 好 OK 說來平時大家幹嘛 今天起床有時間吃午飯嗎 我通常 禮拜一二四是要進院裡的 所以我一定要八點起床 然後我八點起床之後呢 就會在床上把E-mail都回完 因為我是做Inbox Zero 所以我睡著的時候一定E-mail是回完的 可是在八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就會有人寫E-mail給我 所以我通常是八點到八點的二十吧 就是把E-mail 新的E-mail回完 回完之後才會想到說要刷牙 然後我們就要起床了這樣 好 然後起床之後 那就是到到院裡 然後通常都會有時間吃午飯 那禮拜三跟禮拜五不用進院裡 但是九點還是一樣要開始上班 那所以鬧鐘就可以播八點五十五 然後走 變飯我請來打開電腦就開始上班了 那我這裡面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是用完全用自由軟體 在就是辦公室裡面去把大家看到的這種便利體啊 白板啊 做一個數位的一個Mirror 等於是一個Digital Double 那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只要一起來 然後一開電腦 基本上我就可以Catch up所有的同事 大概現在十幾塊二十個 同事的目前的工作的狀況 那也可以就是即時的去進行互動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Workspace的設計還不錯 就是基本上都讓我有時間吃午飯 然後我在院裡的時間裡面通常五點多就下班 應該不會晚過六點 那然後晚過七點就很奇怪了 那因為院裡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 就是說老闆不下班 然後像這個員工比較不想 或者不敢下班 我不知道是不想還不管 然後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那所以為了要讓大家有比較好的生活品質 通常即時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就是五點就下班 因為我反正我回家還繼續做嘛 那只是說就不要大家都蹲在這邊陪我而已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同仁應該也會有時間吃晚飯 政府是否有想要拯救資訊人才逃離台灣嗎 我相信這個媽是錯字 不然實在是太心酸了 我剛剛講的並不是逃離的意思 我剛剛講的是跟全世界組隊的意思 然後請不要斷上取一 對 就是說跟全世界組隊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資訊科技的特點就是它可以解決 不是一石一地的問題 是可以解決全員類的問題 但是你要做這些事情 你不需要逃離台灣 因為你長大那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能夠解決什麼社會問題等等 其實反而你會有第一手經驗 其實第一手經驗是無可取代的 你如果搬到別的地方 你還要重新跨離期去累積 你要解決那邊的問題的第一手經驗 當然並不是說這樣做不好 這樣做也很好 但是我比較不會把它當作逃離台灣的 這樣子的概念來敘述 我比較會想說你生長在台灣 看到一些社會問題 資訊科技可以介入可以再去解決 然後捧巧你也可以解決所有類似的問題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去跟全世界去組隊 各位分享目前為止最有成就感的專案 其實我這個人沒有辦法累積成就感 就是說我今天做了什麼還蠻開心的 然後到了這個晚上睡一覺醒來就忘記了 所以我目前不記得任何有成就感的專案 但是我覺得每一次演講的時候 就是會看到幾十個這樣子的問題 這樣子一個一個回答 我不敢說它是一個成就感 但是那是一個跟大家就是有connectedness 就是互相連結的這樣子的感覺 我自己非常享受這樣子的感覺 是因為我其實並沒有什麼東西非講不可 就像我進政府並沒有什麼政策非做不可 我是進去之後然後看到一些很勇於創新的公務員 然後呢他們唯一需要的可能就是我跟他們說 你們就去try 然後如果失敗了的話這個風險絕對我負責 然後如果做成的話可以給大家分 就是他們可能需要的只是這樣子一種正確的一種管道 那所以這樣子的管道我很願意去扮演 因為在國內碩士與國外面Master相比有合力比 這個來問一個國中碩士的人真的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問我 因為我完全沒有任何類似的經驗 我其實剛剛說那個在介紹的時候老師有說嘛 就是說其實台大一開始做那個OpenCourseWare的時候 其實就是也沒有玩MIT很久嘛 那其實就是說不管哪一個學校只要一開始做OpenCourseWare 其實我都會去聽 然後當然後來Coursera啊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對我來講其實不管你念什麼東西 對我來講其實都能夠取得這些資源 那在我自己當時是五六歲中錯的時候 當時還沒有那麼多線上資源 有一些但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也是跑去福建大學 凡丁硕士班的課 所以我的意思說對我來講 教育它的目的仍然是去引導大家去看說 你活在這個世界上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你想要讓什麼東西變得更好 什麼東西讓你好奇心讓你有興趣 然後所有別的東西都是用來就是支持你解決這個問題 或是組隊去讓某個部分變得更好的一個資源而已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啊 如果你看到一個就是雜誌上的所謂成功名人 例如像唐鳳啊 然後就說要做這個方向的話 我覺得是就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誤會啊 因為每個人他的生命經驗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來來做某個特定方向就是在犧牲掉你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 他後面在紙上手繪 電腦鍵盤與演目並寫下按鈕與電腦能輸出內容 或你各種安全和反應 可以請問委員 歡迎委員長經過這一小段故事嗎 覺得很神奇 其實一點都不神奇 他就是就是我媽當時沒有買電腦給我而已 然後我當時就是看那個就是有一個手冊 然後我記得應該是IBM Basic的手冊 然後上面本來就有鍵盤的排列 那但是因為當時我沒有學英語 就是大概因為有學數學 所以二十六個字母勉強會念 可是他們各自的意思是我們完全都不知道的程度 所以那就有點像是一個字母表 只是說別人的字母表是ABCDE開頭 那我是QWERT開頭 就像那種方式在任英文字母而已 其實並沒有任何神奇的部分 然後那就是在那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試著去把上面的城市用棚的方式去騰上去 然後去看說每一行他可以去做什麼樣進行計算 當時我大概是八歲 有一個叫做Richard Stallman的 就是FSF GNU GCC的那個Richard Stallman GPL的Richard Stallman 他十二十歲的時候在某個下令 也是這樣子在學電腦 當然他學的那個時候IBM 5901之類 是比較前面的電腦 但他也是同樣的就是看了一大本書 然後抄裡面的城市 然後開始試著去在腦裡去模擬這樣子的運算 所以其實就是說你給一個小孩這樣子一本電腦書 但是你讓他不要有電腦 其實多多少少到最後都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學 我沒有覺得有什麼特別的部分 為什麼對程式產生興趣 而且學習到今天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當時我對程式產生興趣 完全是一個懶惰的概念 因為我從小對數學就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但是我對計算非常的不再好 然後而且計算 尤其是做什麼場處罰的時候 就是一直會出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說有個電腦幫我做計算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其實電腦對我來說真的是Computer 它就是讓我節省這個計算工具的事情 但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我這樣子寫出來的東西 我可以分享 可能是分享我的家人 分享給我的朋友 比如說我腦裡面寫的這些東西 它可以變成我跟它互動的一個方式 所以後來我會一直有興趣的原因 其實並不是數學性的 我對數學當然有興趣 但是而是社會性的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文組的部分 就是說我這樣子寫出來一次 然後呢大家玩的時候覺得很好玩 那我就不用再重複的說明了 我也不用重複的教學了 或者你把我想到的某一個概念 然後呢去把它變成一個互動式的一個老師吧 然後任何看到這個作品的人 就可以互動式的一直去 enjoy 那所以後來我翻譯很多這種互動式教學的東西 像一個叫別讓圖行不開心 就是去用一個叫做segregation model的方式 去看說如果社會上的少數人歧視對方的話 整個社會都會充滿了歧視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透過互動的遊戲的方式 去讓別人更了解 我看到的某一部分世界這個東西 是讓我產生興趣的原因 目前沒有這個碰到什麼困難 請問機器學習手有助接聽嗎 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還願意把它叫機器學習的 應該就不是過於 就是說這個就是每個人挑的名詞 是有不同的含義 那如果把它叫做machine intelligence 機器智能或機器智慧的 那雖然有一點雅文交詞 但是應該也不是過於 只是說它有一些很具體的貢獻了 那但如果把它叫人工智慧 那大概就開始過於了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看 用我的關鍵字來判斷的 然後 那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機器學習現在它真的是可以用來解決各種各樣不同的問題 但各種各樣不同的問題 它都沒有辦法完全解決到 大家過於想像的那個程度 但我們現在是在explore 在探索它的廣度 我們不一定是探索它 馬上就把所有人能夠做的事情全部都自動化掉了 如果你這樣子聽到 那就是在過於 但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在 特別廣的地方去看 它能夠跟人類的學習怎麼樣做互相搭配 跟互相結合 所以只要往這個方向聽到 應該就不是過於 有位朋友問這個平台的點贊是否可以灌水 我很誠實地告訴它是可以的 你只要開那個隱私視窗 那個把固體重設 你就可以這個一直點贊 我在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 有位朋友用這個 把什麼他們的車款會不會拖掉機車這個東西 一下子就衝上第一名 點了上百個贊 那但是這個應該今天不需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 有位朋友問說以後的Semina 能不能都這樣提問 這是一個具有居數的問題 而且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大學自治的關係 應該要有這邊的行政的朋友來回答 比特幣在台灣其實已經還蠻流行了 那雖然我沒有比特幣找你 但是我知道台灣不管是就是比特幣的exchange 之前跟什麼全家便利商店的合作 或者是因為我們沒有像愛沙尼亞 或者是一些其他國家一樣 用洗錢防治法來杜絕比特幣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串流環境 對比特幣的顏色還不錯 那但是所謂推行的意思 如果是把它取代法幣的話 這個計畫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目前對於比特幣的認定 它目前仍然還是就是所謂的 稀有的虛擬貨幣或虛擬資產 它還不是有點像就是天幣 就是虛擬貨幣 我有點透露面臨 但是總之 就是說它是一個虛擬的 罕見的資產 它還沒有被完全認可成一個支付工具 所以在這個認定改變之前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用這樣的方式推行的 亞洲聯結西谷到底要做什麼 到底要做硬體還是軟體 進度如何有前景嗎 請大家上ASBDA.ORG 好 那但是ASBDA 我覺得有一個 Triple W.ASBDA 有了嗎 對 那這個是亞洲聯結西谷計畫的執行中心 然後所有最新的消息都會在這個上面做出來 然後它的概念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所謂的萬物聯網的這個情況 把沒有數位轉換的一些傳統產業 進行數位轉換這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讓創新創業的 剛剛講到的法規 所以他們是資金所有這些東西的流通變得更容易 那所以基本上這上面都有 所以我就不正硬全導了 但是目前這個進度還蠻不錯的 請問對Fintech有什麼看法 它是不是一個被炒作的假議題 Fintech是不是過癒了 Fintech守得入階庭嗎 我覺得Fintech並不是一個假議題 Fintech它是真的是本來在做Tech的人 現在想要來做Finance 那這些事情是實際上存在的事情 它不是一個假議題 就是說我們以前要做銀行 要做類似的金融操作 要一個非常非常高的門檻 但是現在你透過一些技術 你大部分可以把需要人的地方都自動化了 因此就沒有那麼高的門檻 然後就有很多本來在做技術的人 想要進來做金融 那所以在台灣也有所謂的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我們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然後希望這個很快可以通過 當時那個條例之所以會這樣想 就是說 因為以前政府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監管的角色 所以說不合法就打到黑石 合法的就是白的 但是出現一個新的灰的東西的時候 那就很困難 然後所以像無本弄得非常非常久 雖然結果很好 但是我們不可能每個案子都投入那麼大的社會成本去弄 所以說我覺得所謂的這個 沙核或者是所謂的創新實驗 就是說讓民間的公司出來說 你一些法規啊一些命令擋到我了 我希望違法個六個月 這六個月你不要來罰我 但是作為交換 我願意把我在這裡面實驗出來的結果等等 去跟這個今晚會分享 來讓大家知道說這些東西到底不應該修 那它六個月可以延長六個月嘛 所以最多十二個月的時間裡面 大家最後實驗出來若是成功的 我們真的覺得這樣子一個新的業態很好 那這樣子今晚會只有六個月的時間去修正它的法規 那因為大部分是法規其實不是法律 所以其實兩個月可能就修正完了 不需要等立法院 那在這邊同樣六個月的額外的時間 就是這個新創公司就可以去募資啊 就可以去做法尊啊 然後就讓它能夠真的成為一個金融業 所以我們應該是大陸法系裡面 數一數二快速通過這個的地方啦 泰國現在也有可能在我們前面 反正就是只有這兩個國家 在大陸法系裡面在弄這個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希望就是說 未來越來越多這種Fintech創新的東西 能夠在金融會觀察它六到十二個月的情況下 給金融會有時間有人力有空間 去發展我們叫Regulation Tech 就是RecTech 就是它本來要去管的這件事情 它以前抽查啊 什麼統一發票啊 在新的Fintech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它這邊也要有類似的技術 去做分析去做監管 那但是這個技術開發也要時間 所以等於雙方都要 給彼此一點時間 的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未來會發展的比較好 我時間到了也 那還有91個問題 天啊 有一位朋友提例說延長Semina 回來完才能走 我是可以陪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別的事情 哈哈哈 現在逐漸走向全民Coding的時代 未來國高中不是可能 已經會加入城市設計的課程 是否造成資工補習班蓬勃發展 是否鼓勵我們未來成為補教講師 成為一個目標 我自己是覺得說 資工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如果那個學的人 對解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在旁邊只要一直貼超連結給他 他到最後就會學會 但如果他對這件事情沒有興趣的話 你就算按著他的手去Coding 他到最後還是完全沒有任何概念 那是一個非常講究 就是從做中學 而且除了從做中學之外 沒有任何別的方法可以學的 的這樣子一門工藝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各位對於成為補習班蓬勃 是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可能要磨練的 就是說去真正了解 就是國高中生現在在生活上 到底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像之前有一個叫做 Hello Ruby的一個參考書的一個作者 叫做Linda Lucas 他有來台灣 我沒有分享 就是我手畫電腦給他 後來他就拿這個idea去做成他的教具 就是真的讓小孩用紙電腦去拼 那他就說他在教 好比上說一些 可能三四十歲的一些 女性這個Arduino的時候 其實很難找到這個 他們一下子就感興趣 有些綜合性的題目 所以他就讓他們自己挑 那像有一位媽媽 他就是小孩可能就是也沒有很大 然後他就用Arduino去做了一個紀步器 一般的紀步器就是告訴你說你走了幾步嘛 但是他這個是相反的 是countdown 就是說他給他的小孩一個LED 然後說媽媽裡家還有幾步 還有100步 還有98步 然後很厲害 然後他小孩就不會哭了 因為他有一個anticipation 可以知道說媽媽還要走幾步才會到家 這樣子 然後他就非常非常有這個學習動機 然後一瞬間就寫出這樣的project 所以我覺得說當然大家如果想要當補習班教師的話 英才師教在資工上面是絕對必要的 然後重點是去discover他的這個 我也知道我們這邊一直有一些這個 好 這個 我很高興他們都是零票 我都不用回應 大數據時代 所有人都要具備R語言的能力嗎 有人說要把寫成是當中學英文從小培養是否認同 首先我看到大數據三個字其實常常就很過敏 因為我在院裡面常常看到很多明明一台電腦就可以裝 然後一顆CPU就可以處理的數據 也被叫做大數據 那這就很奇怪 大數據的定義應該是一台電腦裝不下 你需要一個cluster才能算的 的數據才能叫大數據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詭異 然後而且又會看到什麼什麼 唐鳳要用大數據監控人民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感覺到好像是什麼 什麼一個device 什麼就是沒有大什麼 沒有不能拒的大數的大數據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它既可以當名詞動詞 又可以當形容詞用 已經喪失任何詞性的一個詞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回答案這一題就這樣了 然後所以我覺得說不管是你用RH原也好啊 我當然就是說以自由軟體的角度來看 當然你你你你學RB 你學一些自由軟體或Stata或什麼之類的 要來的容易分享 但是我要講的是絕大部分matter的是小數據 然後你要處理小數據 不管你要用現在要用 Machine Learning處理 或是你要用比較正規的SVM 或什麼什麼東西處理 那都不要受語言的限制 重點是你要有那個數據的感覺 要知道說這個數據它跟什麼可以接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去做運用 那這件事情其實就跟寫英文確實是很像 它是就是你在寫一片作品的時候 你要引用什麼東西 你是寫給誰看的 他在那個看的人心中發生什麼效果等等 這個詮釋跟寫作文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像 那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東西跟大數據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我們在跟在做Programming Language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要去一方面符合機器可以實行的這件事情 二方面知道下一首還要能夠看得懂 還要能夠跟你寫作的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才是需要從小培養的 那至於如果就是剛剛講到的 所謂有點像法律素養或文學素養那樣子的東西的話 重點還是要再看得懂 然後以及是知道它在做什麼 我不覺得這件事情只能夠用寫的方式來理解 你也可以透過就是欣賞的作品的方式來理解 那我也有做一些類似的教課書 像叫什麼Architecture of Open Source Applications 那是一系列的教課書 就是把一些大家可能聽過常用的軟體 像什麼Firefox或者是一些Compiler 或者是一些Celenium 或者是我寫的EtherCalc 到底是怎麼寫的 那個整個思路流程 用類似寫展文的方式去做描述 那我覺得看那樣子的東西 然後再看一點點程式嘛 我覺得這樣子才比較容易了解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然後你經過什麼 而不一定要自己都下去寫R語言 那個我們今天的這個很歡樂的Semina 就在這個廖教授直亂當中 我覺得結束到這邊好了 因為我本來真的是很想回答完 然後回答比較快 可是我發現我沒回答完一個就冒出兩個 所以說我從97個回答一個就是99個 然後到現在就已經變103個了 所以這樣子基本上回答完幾乎是零 所以說我還是就是撿好就收好了 那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好 我們非常謝謝唐公正的精采的演講 通常會有QA 不過剛剛都是QA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結束 那我們再給他這麼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